室友未婚先孕不敢回家 住在我家养胎 却在他父母找上门时 对外造谣 说怀的是我爸的孩子 我爸受千夫所指 众人唾弃 最终抑郁跳楼身亡 室友却开直播卖惨 力坚强人设 引来网友同情 赢得钱与民 再次睁眼 我回到室友告诉我他怀孕那天 千千提醒您 正文开始了 小夕 怎么办 我怀孕了 我爸妈知道会打死我的 这是一条鲜活的小生命 我要给他看看这个世界的权利 我不能打掉他 求你帮帮我 熟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我猛然意识到我竟然重生了 上辈子 也是在这一天 我的室友季青青 在大学毕业前 未婚先孕 求我帮帮他 他说这个孩子是条鲜活的小生命 他要留着 但学校宿舍空间小 环境一般 影响孕妇身心 不适合养胎 他也不敢回家 我心肠软 最终收留他住进了我家 却没想到竟是引狼入室 在季青青的肚子 一天天大起来的时候 季青青的父母 突然带着媒体找上门 在镜头下 季青青哭泣着说 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爸爸的 自他怀孕后 就被我爸困在了我苏家 此事一出 网上顿时炸了 因为我爸是有名的企业家 他那些商场上的死对头们 闻风而来 在网上大肆伪造我爸的黑料 奶水军 造谣 打着正义旗号的网友们 纷纷抵制我家产品 对我爸进行辱骂唾气 我家股票大跌 合作商们纷纷解约 一夜之间破产 我爸身受打击 最终抑郁跳楼 我妈为此殉情 而季青青则在网上开直播 力坚强人设 引得许多人同情 短短一年就买上了大别墅 开上了好车 没想到老天竟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深深闭了闭眼睛 遮盖住湿润的眼眸 爸爸妈妈 上一世说我对不起你们 小夕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记得你爸爸给你在校外买了一栋别墅 让我去你那种好不好 你那环境好 更适合养胎 季青青见我不说话 用手晃动着我的胳膊 我回过神来 将他的手狠狠甩开 我的房子 凭什么要给你养胎 季青青愣在了那里 另外一个是有陆云瑶率先不满 冲我开口 苏西 你也太小气了吧 你爸给你买的别墅那么大 你平时也不怎么住 给青青住一下怎么了 真是越有钱的人越小气呀 他愤愤不平 一副伸张正义的模样 让我差点忘了 他也是帮凶 上辈子 我爸被季青青污蔑后 提出要去医院做羊水穿刺 做亲子鉴定 但路上季青青却忽然出了车祸 孩子好巧不巧就留了 证据没了 网上本还分成两对 但在这个时候 陆云瑶站了出来 痛声斥责 我爸是一关禽兽 没有哪个女孩会拿自己的清白和名声来冤枉人 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向青青 她是受害者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但我一直不敢说 现如今终于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她说的是那么的情真义切 至此 网友们彻底偏向季青青 陆云瑶还在喋喋不休 听说你那别墅不经常住人 却仍然有保姆去打扫 正好 轻轻住进去 保姆还能跟着帮衬着 我冷冷地看向陆云瑶 你家不是也有房子 你妈不是正好干保姆的 把她带去你家 让你妈帮衬着 大善人 她怀孕 凭什么让我妈 陆云瑶立马出声反驳 但话还未说完 她反应过来不对劲 立马进了声 双标被她玩得明明白白 季青青红着眼眶 拽了拽陆云瑶的衣袖 算了瑶瑶 你不用帮我说话 我也不是那种不识趣的人 我吃笑一声 你最好是 上辈子 我爸虽然给我在校外买了房子 但平时我还是经常住在宿舍 只有偶尔周末时回去 有一次我回去的路上 被季青青和陆云瑶偷偷跟踪了 用他们的话来说 我瞒得还挺深 有那么舒服 那么大的房子 就应该拿出来和他们分享 于是每到周末 他们就喜欢缠着我 要一起到我那房子住 当时的我因为都是室友 也就没好意思拒绝 他们去到我那后 随意用我的护肤品 看中了衣服和包包 就会说借他们穿几天 背几天 甚至他们在网上看中的东西 也会发给我 说推荐我买 等我买到手 就会又被他们借去 全都没有还过 我念了友情也没说什么 现在想想 以前的我真是个十足十的杀笔 下午上课时 我到了教室 迎面就迎上了不少同学一样的目光 我不爱交际 以往上课 我都是和季青青 陆云瑶 坐在一起的 现如今 陆云瑶和季青青 和其他女生坐在了一起 见到我时 陆云瑶昂昂下巴 大声开口道 这有的人啊 便连比翻书还快 之前跟你好的不要不要的 现在 季青青拽了拽陆云瑶的衣袖 是一大别说了 但季青青越是这样 越引人注意 周围同学们好奇的探头问着 现在怎么 啦 快说快说 苏西在校外有栋房子空着 青青最近身体不舒服 想要去借助一段时间 苏西死活不愿意 周围同学惊讶住了 前段时间苏西生日 青青不是送了苏西一个C家的蛋糕吗 那蛋糕一丁点大就要好几千呢 这我有印象 平日里我喜欢吃甜品 我爸给我一张C家的卡 让我随便刷 季青青拿着我的卡 去刷了一个蛋糕 送给了我 说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刷完后 那张卡到现在都没回我 我的目光落在季青青和陆云瑶面前 两人面前一人摆放了一个C家甜品 陆云瑶还在喋喋不休 可不是吗 青青真心实意的对某些人 某些人啊就是个白眼狼 举手之劳的一点小忙都不愿意帮 以后 在陆云瑶话还没有说完时 我直接拿起两人面前的甜品 狠狠的盖在了陆云瑶和季青青的脸上 这两人有一瞬间没反应过来 回过神来 陆云瑶顿时就怒了 苏西 你做什么 季青青也红了眼眶 西西 不知道你最近是怎么了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 可以直接跟我说 但没必要伤害云瑶吧 我呵呵一笑 直接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谁偷你东西啊 唯有季青青和陆云瑶两人脸上 闪过了慌张的神色 陆云瑶性子急 最先坐不住 苏西 我告诉你 你别造谣啊 我和青青可没有偷你东西 有个词叫做贼心虚 我还没说什么呢 就先自报了 季青青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走到我身旁温声细语的开口道 西西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没必要动不动就报警 麻烦警察叔叔 占用公共资源吧 占用公共资源 当初全网宣传我爸强迫他 现如今又是怎么有脸说这话的 我冷声道 我维护自己权利 你们慌张什么 我们这边的动静 迅速的吸引了不少同学围过来 警察来得很快 我将季青青和陆云瑶 联手投我C家费卡的事情 告诉了警方 同学们满脸的不可置信 天啊 这是什么人啊 用别人的钱买东西送给别人 自称是自己送的礼物 脸皮可真厚啊 当然也有帮季青青和陆云瑶说话的 我倒是觉得 青青和云瑶不是这样的人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对啊对啊 青青很单纯的 云瑶也很热情 反倒是苏西 平日里面我觉得她都不喜欢说话 只会埋头看书 整个人看起来阴沉沉的 看着就不让人喜欢 警察叔叔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调查 我们相信青青和云瑶 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请你一定要还他们的清白 许是周围支持 季青青和陆云瑶的同学多了起来 陆云瑶的身单子也挺直了 坚决不肯承认偷我东西 但卡在他们身上 东西是他们刷的 他们吃的 店员都有证明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一周时间 这两人就刷了四五万 还真是不是自己的钱 花了舍得 就在警方即将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季青青忽然两眼一番 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 陆云瑶兼呼出声 青青 青青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警方赶紧对季青青 施行急救措施 陆云瑶眼眶泛红 牧生指责我 苏西 为了几万块钱 你至于把青青逼上死路吗 青青心脏不好 我们知道你家有钱 但不代表你可以随心所欲 污蔑人 卡是你给我们的 是你说的 让我和青青随便花的 你要是想把卡要回去 直接说 我们也不是喜欢占别人小便宜的人 还给你就是了 别整这么一出 随便冤枉人 季青青这一趟 让周围的同学 纷纷倒向了他 真没看出来 苏西是这样的人 为了钱不顾同学情义 难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还没有钱重要吗 好可怕 大家都是同学 你们又是室友 没必要闹那么难堪吧 两方各执一词 不知道谁真谁假 但季青青心脏确实不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都这样了 苏西竟然只是一脸冷漠的 站在一旁看着 这也太 周围同学不满的眼神 纷纷投向我 我扯了扯嘴角 我现在就叫救护车 把青青同学送去医院 让医生布置给他检查心脏 再好好检查一下肚子 看看肚子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东西 嗨嗨咳 我的话还未说完 季青青就咳嗽着 睁开了眼睛 他虚弱的开口道 对不起大家 我刚刚吓到你们了 我没事了 希希你放心 钱我们会还你的 季青青主动提出了会还钱 学校也不想事情闹大 这让警方把自己学校的学生 拉到警局去 对学校影响不好 也就让我稀释宁忍 但季青青是学校新闻社的 没多久我就在学校的贴吧上 刷到我的照片 季青青躺在教室的地上 面色痛苦 身为室友的我 冷眼旁观 评论区一堆骂我的 现在的有钱人 真的以为自己有点臭钱 就了不起 欺负同学 我可见多了 毕竟谁愿意有钱自己不花 随意让别人花出去那么多呢 那你们就不知道了 这些有钱的臭富二代 脾气都阴晴不定的很呢 高兴时甩一张卡给你 你随便花 不高兴就要回来说你偷的 让你还钱 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是他们这些有钱人 嘴巴上下一张啊 躺地上的小学妹我认识 叫季青青 是个很心地善良的小女孩 我刷了一回评论 就把手机关上了 论在学校的人员 季青青自然是顶好的 看这种评论 只会给自己找烦心事 但等着季青青和陆云瑶的 还在后面 警方那边是现季青青和陆云瑶 三天之内还钱的 第三天是周末 我爸妈打电话告诉我 他们出差回来了 要来看我 在给我买的房子里等我 我满怀激动地赶回去 却不想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了坐在我家沙发上 两个熟悉的身影 季青青和陆云瑶 这两人正满脸热情地 跟我爸妈聊着天 看到我时 季青青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副熟人的样子 冲我开口 熙熙你回来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叔叔阿姨来了 我和云瑶好去买菜做饭 好好招待一下叔叔阿姨 我站在原地 冰冷的眼神看向季青青 你们来做什么 刻入骨髓里的恨意 在此刻到达了顶峰 看着季青青这张脸 我恨不得当场将他撕碎 陆云瑶跟着接了话 但他不是冲我说的 而是面向我爸 叔叔 我知道您心地善良 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 你做善事的报道 但熙熙 陆云瑶说到这儿 面上露出了一抹犹豫 最终为难的开口道 您还不知道吧 我们今天其实是来还熙熙钱的 平日里面 我们对熙熙很好 也很大方 可是我们就用了熙熙的甜品卡 买了一点吃的 他竟然就要我们还他钱 青青家境不好 为了还这笔钱 将十几年的积蓄 全都拿出来了 后续就要过着吃土的日子了 熙熙那么有钱 却还和我们斤斤计较 这和叔叔您平日里 做善事的举动大相敬平啊 还希望叔叔好好教育熙熙 我冷冷笑了一下 今天可真是见到蠢货了 还是又坏又蠢的蠢货 他们哪里来的 自信到我爸面前告状的 觉得我爸妈会维护他们 训斥我不成 真是疯了 果不其然 本来因为季青青和陆云瑶是我室友 我爸还笑脸相迎 现在听到陆云瑶的话 他脸上的神色淡了下来 那卡是熙熙的 你们凭什么用 平日里面 我家熙熙做的善事也不少 可以帮助别人 但不代表我们是冤大头 我妈也跟着对道 既然你们是来还钱的 那把钱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慢走不送 我心里说不敢动是不可能的 我的爸爸妈妈 永远都是无条件站在我这边的 上辈子 我爸妈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季青青和陆云瑶 但因为那会我蠢 真心把这两人当朋友 让他们住进我家 我爸妈也尊重和支持我的决定 没说什么 我见季青青给陆云瑶使了一个眼色 陆云瑶开始当出头鸟 愤愤不平地冲着我爸妈开口道 叔叔阿姨 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助纣为虐 真的是太伤我和青青的心了 既然如此 钱就还给你们 我们也不是没有骨气的人 以后西西这个朋友 是我们高攀不起 青青 我们走 说完后 陆云瑶拉着季青青的手 就要往外走去 我在后面喊道 把钱留下 季青青僵硬了一下 最终把钱放在了茶几上 等到这两人走后 我再也忍不住 哭着扑到了我爸妈怀里 爸妈顿时手足误错了起来 急忙询问我发生了什么 重生的事情有些害人 但我还是选择 把上辈子的事情 告诉了我爸妈 我爸妈听完后 沉默了两久 但他们是相信我说的 我挽着爸妈的手开口道 爸爸妈妈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们先出国旅游一番 接下来不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上网 和爸妈相聚完后 我回到了宿舍 还未走进去 就听到了 季青青和陆云瑶的笑声 但在见到我时 这两人面上神色一脸 齐齐目不作声 开始做着自己的事情 我回到自己的床铺 就见我的被褥上 撒满了泡面地汤 桌子上的护肤品 也被扔的哪都是 不用想都知道是谁做的 我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去质问这两个人 季青青当做没听见我的话 陆云瑶悠悠地说了一句 证据呢 因为没有证据 我故作气红了双眼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不是故意 把我锁在宿舍里 就是在我准备 拿着换洗衣服去洗澡时 先我一步霸占卫生间 直到宿舍 要断电熄灯的前一秒才出来 我在他们面前 表现出愤怒却无力的样子 季青青和陆云瑶 眼底都浮现出了得意 终于 再一次下课后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大声嚷嚷了起来 青青 你之前不是说身体不舒服 想去我家住一段时间吗 我回去后想了想 觉得我一开始拒绝你是不对的 同学之前就应该互帮互助 我现在同意你之前的要求 陆云瑶率先眼睛一亮 晃了晃季青青的胳膊 青青 还真被你给 纪青青瞪了陆云瑶一眼 陆云瑶赶紧把后面的半句话收了回去 纪青青脸上带着温婉的笑容 冲我开口道 嘻嘻 你能想明白 我很欣慰 同学之间本就该互帮互助 我拼命点头 赞同纪青青的话 当天下午 纪青青就开始收拾行李 要去我家了 毕竟 再拖 时间长了 她的肚子就该想怀了 陆云瑶借口要照顾 看望纪青青 也时不时的跑来我家 两人坐在了沙发上 指挥着我去给他们洗水果 我笑了笑 道了一声 好 陆云瑶道 我想吃榴莲和车梨子 多搞一点 我点头答应 进了厨房 刚一进去 我就立马拿出手机 播放监控视频 视频里 陆云瑶正满脸兴奋 迫不及待的冲着纪青青开口 青青 还真要你说对了 我们孤立了苏西一段时间 她受不了主动向我们示弱了 纪青青满脸得意 谁说不是呢 之前她问我们要卡那事 导致大家都看清楚了她的嘴脸 多讨厌她 不想跟她玩 也就你和我心地善良一些 能够原谅她 陆云瑶哼了哼 谁知道她前段时间发什么疯 非得把四家的卡给要回去 还让我们还她钱 真是气死我了 我好久没吃四家的甜品了 纪青青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小声嘀咕 再过段时间 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陆云瑶没听清 询问纪青青在说什么 纪青青笑了笑 表示没什么 但我看懂了纪青青的嘴型 浑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凝固了起来 原来 从她住进我家的第一天起 就有了那恶心的打算 水果准备好后 我端了出去 陆云瑶还不满地责怪了我一句 怎么那么慢 我呵呵笑了笑 想洗干净一点 纪青青开口道 嘻嘻 你们家没有摄像头吧 我微微垂了垂眼眸 遮盖住眼底的情绪 没有 我很少过来住 嫌麻烦也就没装 纪青青点了点头 嗯 女孩子的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平时装的比较好 但现在我陪着你一起了 就不用花冤枉钱了 上辈子 纪青青也问过这个问题 当时的我 单纯以为纪青青是关心我的安全 跟她说的和现在的回答一样 得知我家并没有装摄像头后 纪青青显然更加放松 随心所欲了起来 她和陆云瑶每天要求 我用好吃好喝的来招待他们 用这两人的话来说 他们在我家 他们是客人 我是主人 主人招待客人是理所应当 我呵呵一笑 忍住了想要撕烂 这两个贱人的脸的冲动 纪青青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她开始请假 不再去学校 终于在一个周日的早上 看着墙上的日历 我知道这一天要来了 果不其然 上午八点 我家的门被从外面敲响 我装出一副睡眼朦胧的模样 打开门 就看到继父继母站在门外 在他们身后跟着许多 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我女儿呢 终于让我找到了 你们苏家真的是太可恶了 快把我女儿还给我 继父率先指着我的鼻子 怒骂出声 她带着身后的众人 就往里面闯 那些媒体们蜂拥而至 一股脑全都挤进了我家 摄像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 这里是苏七天女儿的房子吗 看起来真大真华丽呀 我在一旁露出和上辈子一样 错愕又生气的神情 你们是谁 为什么随意闯进我家 随着我的话音刚刚落下 楼上传来一阵脚步声 只见季轻轻劈头散发 挺着大肚子 光着脚从楼上跑了下来 她的手腕 胳膊上都带着许许多多 密密麻麻的伤痕 看到这一幕 继母率先发出 撕心裂肺的怒吼声 女儿 我的女儿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季轻轻浑身颤抖 连爬带滚的扑向季母 妈妈妈妈 你们终于来找我了 带我回家 带我回家 周围的记者见到这一幕 嗅到了大事件 瞬间将摄像机对准季家三口 季父愤怒地质问季轻轻 为何会大肚子 举起巴掌 就要打在季轻轻的脸上 被季母抬手拦住 她痛哭流涕 女儿 我们找了你好久 比如说 季家人说找了季轻轻好久都没找到 为何不报警 反而直接带着众多记者闯进我家 那些记者们还都知道 我是苏其天的女儿 我冷笑 在一旁继续看着季轻轻和季父 季母的表演 正如上辈子一样 季轻轻说她怀的是我爸的孩子 我爸怕她出去后会乱说 就把她困在了苏家 想要她生下孩子 用孩子来牵绊住她 周围记者兴奋极了 有的当场就开启了直播 向季轻轻提问 季小姐 据我们了解 苏其天的女儿苏西和你是室友 她难道能够容忍自己的父亲 做出这种事情吗 季轻轻脸上似是露出了痛苦回忆 就是细细带我回来的 一句话 让在场的无数人遐想 更有正义的记者 直接破口大骂 畜生 苏其天和她女儿都是畜生 这些臭有钱人 还有没有一点良心 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你们也敢做 苏西呢 看我不一巴掌扇死你 我当然不会站着挨打 闪身躲了过去 当然 也有理智的记者 季轻轻一口答应了 但是在去的路上却出了车祸 孩子当场没了 现如今 我一声不吭 季轻轻几次看向我 最终红着眼眶主动开道 那去医院做羊水刺穿吧 我不会冤枉任何人的 这句话 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想 季轻轻肚子里的孩子 绝对不可能是我爸的 但他却主动要去做羊水刺刺 果然 上辈子的车祸流产 没那么简单 一切都是他们提前安排好的 我咬紧了后牙槽 抑制住愤怒的情绪 在季轻轻起身 准备前去医院时 开了口 不用了 我已经喊了医疗团队 他们已经开着医疗车过来了 就地检查吧 季家人明显的愣在了那里 季母结巴了一下 就 就 就地检查 我面色淡然 是啊 去医院还浪费时间 又或者说 万一路上出了车祸 来了流产什么的 到时候证据没了 我们上哪说的清去 放心 有医疗车 会保障季轻轻同学的隐私安全的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已经走了进来 这下子 季轻轻和季母差点傻眼了 季母啊 这这这个不停 还是季父反应快了些 她挡在季轻轻的面前 横眉冷眼的 瞪向医疗团队的人员 苏西 你们苏家找的医疗团队 我们可不相信 你们苏家有钱 多的是愿意帮你们苏家造假的 我们要去市医院 扑呲 我笑了出来 但没等我说话 记者群中就有人反驳了季父的话 这是杨医生的医疗团队 在医学界很有声明的 造假这是人家不稀罕感 别胡乱说 杨医生的医疗团队 还真是 这个医疗团队在我国很有名的 造假的是人家确实不稀罕感 季父冷冷一笑 不稀罕干不代表不会干 反正我们就要去市中心医院 见两方坚持不下 人群中有人提议 那不如找个第三方女性 看着做羊水穿刺 让本医师两份 杨医生医疗团队一份 送去市中心一份 看看最后结果是不是一样 这人话音落下后 一位女记者主动站了出来 我觉得可以 我去看着吧 季父面露犹豫 但现如今这种情况是最合理的 他不得不答应 女记者陪着季青青上了医疗车 季父冷眼看向我 你父亲呢 敢做不敢当 现在藏起来当缩头乌龟了是不是 我呵呵一笑 我爸忙着呢 要是来几个像母仙人一样 不要脸的人 非说肚子里面怀的是我爸的孩子 要做亲子鉴定 我爸一天岂不是要跑医院好几回 抽我的血吧 若季青青怀的 真的是我爸的孩子 同父一母之间也是 我话还未 说完 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了 用我的 我转头看去 就见本该在国外旅行的爸爸妈妈 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周围的记者见我爸出现了 纷纷将摄像头对准我爸 开始疯狂拍摄 苏总苏总 季女士说肚子里面怀的是您的孩子 请问是真的吗 苏总 请问您真的伙同您女儿 对季小姐做出这等畜生之事吗 我爸周围的保镖将记者隔开了 我爸开口道 等鉴定结果出来后 自见分晓 我妈来到我身旁 握住了我的手 嘻嘻 这种事情 爸爸妈妈是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的 我的眼眶不由得湿润 冲着妈妈重重地点了点头 结果是在一个半小时后出来的 抽空之间 我看了几次手机 网上的舆论在这个时候 已经发酵到了高潮 有不少记者还开了直播 坐等结果 杨医生把亲子鉴定报告拿了出来 显示季青青肚子里面的孩子和我爸 没有丝毫关系 意料之中的事情 四周一片哗然 天啊 这季青青真的是在说假话 怀的不是苏总的孩子 感情闹这么大阵仗都是骗人的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季家人 你们是怎么敢的 我爸的律师团队已经联系好了 这时 季父面色撇清开口道 市中心的鉴定结果还没出来 你们急什么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那名送检测结果 却是中心医院的女记者回来了 他气喘吁吁 看起来是劳累了一番 结 结果显示 苏齐天和季女士肚子里的孩子 有99%的血缘关系 什么 周围记者被这份结果弄得有些懵了 季父顿时间叫了起来 苏家 苏家 你们苏家 真的是好样的 果真做假 我呸 杨医生面色顿时一变 不可能 这 有什么不可能 我就说 这苏西怎么非要阻拦我们 轻轻去市中心的医院 从哪搞出一个什么医疗团队 果然是有鬼 别以为我不知道 苏家有的是钱 你们这些昧着良心的团队收钱骗人 小心今后遭报应啊 遭报应啊 可怜我的女儿了 杨医生气得嘴都歪了 你这个才是假的 我这个是真的 论吵架 杨医生是说不过季家人的 他说一句 季家人能顶十句 陆云瑶一直都在看着直播 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说错上辈子一样的话 没有哪个女孩会拿自己的清白和名声来冤枉人 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向青青 她是受害者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但我一直不敢说 现如今终于能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人正一出 网上看直播的网友们 纷纷刷屏怒骂 我爸商场上的那些死对头们 也趁机下场 买水军 辱骂苏氏 此事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甚至有网友自发组队 要拿着臭鸡蛋 烂白菜 到我家门口来 我一直都在等陆云瑶站出来 帮其轻轻说话 现如今 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微微一笑 开了口 大家先别急 请大家看几个小视频 什么小视频 我告诉你 你们苏家竟然敢对我女儿做出这种事情 我跟你没玩 别想拖延时间 走 去警局 去警局 继父怒目元征 底气十足 他上前想拽我爸 但被我爸周围的保镖隔开了 我将早已准备的投影拿了出来 手机视频导入到了投影上 只见 这名女记者在出了苏家后 看似着急忙慌的直奔市中心医院 却在半路换了方向 转头进了一个私人医院 一个小时后 他从私人医院出来了 手里拿着那份检测报告 这一幕 让在场的众人都傻了眼 女记者瞬间尖叫了起来 你竟然找人跟踪我 你竟然找人跟踪我 你侵犯了我的隐私 知不知道 没错 我找人跟踪了他 在他刚走出苏家的那一刻 我的人就跟了上去 我吃笑一声 接话道 那你去警局里面说 我侵犯你的隐私吧 若说一开始 我确实没想到让人去跟踪他 但他主动站出来时 和肌腹对视的那一眼 让我察觉到 他们眉眼之间长得有些相似 好啊 我就说你们的是假的 真的太可恶了 杨医生率先跳了出来 拿出了手机 你们这种行为 已经严重损害 到了我们团队的名声 我的律师会跟你们联系的 另外 帮你们造假的那个私人医院 我们一样会追究责任 网上的网友们看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但季家人还在愤怒的嚷嚷着 季青青红着眼睛开口 这女记者我们不认识 跟我们没关系 这是不是你们苏家人 自导自演的 陆云瑶也在一旁沉思道 细细平日里面想法就比较多 周围人窃窃私语 觉得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也不恼 笑着点开了第二段视频 第二段视频里 是季青青在我家的场景 她和陆云瑶指挥着我做这作那 把我当成庸人一般来对待 她躺在沙发上时 肚子已经逐渐显怀了 有几次 季青青还让我陪她出去逛街 季青青怒红了眼 你骗我 你竟然骗我 你不是说没装监控吗 我不搭理她 继续开口 当初是季青青借口 身体不舒服 非要住进我家的 说宿舍小 不利于心情 不适合养身体 这件事情是全班同学都知道的 你们可以去问问 若我家真的囚禁了她 她每天怎么可能进进出出那么自由 想去逛街就去逛街 说完后 我学着季青青的模样 红了眼眶 语气中充满委屈 青青住进我家后 我才知道她是怀了孕 她大学还没有毕业 未婚先孕 我问她孩子是谁的 她还不愿告诉我 感情是这么大的计谋 在这里等着我 派去查季青青和女记者关系的人 也回来了 这人是季青青的亲姑姑 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没想到季青青人员那么差呀 遭受了如此非人的遭遇 她亲姑姑竟然还帮着配合我演戏 这是在戏耍群众 太可恶了 把我们的同情心当枪使 那些自发组队 带着臭鸡蛋 烂白菜的人已经到了我家 一路上他们都在看直播 现如今手中的烂白菜 臭鸡蛋 已经砸到了季家人的身上 事情到这里 季家人几乎已经翻不了盘了 但没想到季青青突然眼含泪水 伸出手来指向自己的父母 都是他们 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 我若不这么做 他们会把我打死的 我家里还有个弟弟 他们想要用词来敲诈苏先生 给我弟弟买车买房 季青青有个弟弟 我也知道他家重男轻女 但这种事情 不可能是他父母出的 毕竟他父母可不知道 我爸是苏七天 他父母也没让他未婚先孕 但不妨碍 我看那么一出狗咬狗的戏码 贱丫头 你胡说什么呢 敢把事情都推你老子身上 你想死 事情败露 肌腹心里面就在窝着火 现如今又被季青青推卸责任 让他直接一巴掌 甩在了季青青的脸上 季青青没有还手 也没有还嘴 只是坐在地上 泪眼汪汪 他本身长得还算不错 这副样子看起来十分可怜 顿时让不少人产生了同情 天哪 那这小姑娘还挺可怜的 我知道 有不少重男轻女的家庭 是能做出逼迫自己女儿 给弟弟买车买房的 哎 我就说一个小丫头 怎么能想出这么恶毒的计谋 没想到是被这两个老东西逼的 也是个可怜的小女孩 在向媒体证明过 季青青肚子里面的孩子 不是我爸的后 我就报了警 这次事情 季家人已经涉嫌了刑事案件 几人被带走 但因为季青青是孕妇 即便是判刑也要缓一缓 趁着这段时间 季青青开始大肆开直播 立人设 什么受重男轻女思想毒害的女孩 坚强反抗最美年轻小孕妇 她诉说自己被父母逼迫做的坏事 做出深刻检讨 也诉说自己这些年 所受到的心理与身体上的折磨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她如上辈子一般 大火了起来 季青青也不傻 赚到钱后开始大肆捐款 哪怕挺着大肚子 也要去福利院做义工 身后跟着一堆拍照的媒体 有不少网友被她感动 自发的征集请愿书 请求法院对她判刑减谅 季青青越来越得意 我关掉直播 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日历 时机到了 毕竟从天上掉落到泥潭里 这种滋味可不好受 上辈子 季青青大火 苏家破产 我爸妈去世 我身受打击 准备跳河自杀那天 在河边认识到了一个人 季青青三年前的男友 冯玲 从她口中得知 她和季青青青梅竹马 三年前季青青找到她 哭诉自己被高中女同学霸凌 冯玲听了后大怒 打算帮自己女朋友出气 季青青把那女生约在了一个小巷子里 冯玲打算口头警告她一番时 警察来了 身为她女友的季青青 竟然指证说她强迫了那女孩 那女孩当时竟也站在了季青青那边 她被逮入狱 我提出了一个疑问 那女孩为什么会帮季青青 冯玲说 那女孩是季青青高中室友 家境条件不错 季青青在她面前经常装可怜 哭诉她有个经常对她打骂还甩不掉 但男友 那女孩对她产生了同情 帮了她 但在她入狱后不久 那个女孩也转学了 因为季青青开始大肆宣传 这女孩的清白已经不在 各异的揣测接踵而来 她无父无母 自己经营了一家小餐馆 当时她在的那小巷子 就在小餐馆旁边 小餐馆外面的墙上 有个监控正跟的小巷子 是她早之前装的 抓乱在墙上画画 随地大小编的小孩子 因为监控常年在外面 再加上后来没小孩子乱画了 冯玲也就忘记了 当时的她沉浸在被女友背叛的痛苦中 入狱后 她无意中才想起来 当时她立马告诉玉井 想要翻案 可结果却不了了之 玉井告诉她 压根就没烂视频 肯定是玉井拿着这消息 找了季清清 当时的冯玲自嘲一笑 打那以后 我在监狱里面的日子就不好过 季清清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她嫌我穷 却又不好意思直接提分手 我当时听到冯玲说这话时 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季清清这个人真的好可怕 后来冯玲出狱后 去经营小本生意 但因为她被扣上了强迫饭的帽子 没人愿意去买她的东西 她去找工作 进场也没人愿意收她 仅仅是因为不想和没钱的男友在一起 季清清就毁了人家的一生 所以这辈子刚重生 我就找人帮忙 拿到了逢林餐馆旁的监控录像 这辈子苏家也没有破产 在我家臭钱的加持下 视频迅速上了热搜 听说正在宣传自己悲惨经历的季清清 被人从台上推了下来 无数的拳脚落在季清清的身上 有人发现季清清的孩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 她大肚子里面塞的是个枕头 很早之前 我记得季清清还说过 她不喜欢小孩 也不享受生产的痛苦 季清清被送到医院时 浑身是血 本来大家是不想把她送去医院的 但有人提出 她还有牢狱之灾没去做 大家顿时给她做了急救措施 请愿书也被撤了回来 再加上冯林这件事 季清清获得的刑罚更重 等她出院后 下辈子都会在牢中度过 冯林也被无罪释放了 我跟我爸说了一声 派人去询问她 是否愿意来苏氏上班 冯林拒绝了 她说她这辈子想去各地逛逛 看看上辈子没有看过的风景 尊重她的选择 当然我也没忘记一个人 陆云瑶 我不是圣母 上辈子她帮季清清做的伪证 成了压死我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辈子 我将她站出来 帮季清清做伪证的视频剪辑了出来 找了许多营销号大肆宣传 陆云瑶在学校被人唾弃 遭人白眼 出门也被认出她的人杂臭鸡蛋 丢打百菜 更别谈出去找工作了 没人愿意招一个品行有问题的人 但更有趣的还在后面 陆云瑶是个脾气暴躁的 她家里正好有亲戚在里面当狱警 她把自己对这一切遭遇 全都算在了季清清的头上 听说去探监的时候 陆云瑶找了自己那亲戚 让她可以和季清清面对面接触 听说她当时把季清清的头皮 都撕下了好几块 脸上更是甩了季清清几十巴掌 后来被别人发现 拘留了起来 她那个亲戚也被追究了责任 大仇的报后 我的心终于松了下来 压抑在心底的那口气 也终于输了出去 我也将和我的父母迎接新的未来 全文完